亲爱的 独友大家好 最近很多 朋友们都在问 老师你最近 视频做的很少 确实因为最近比较忙 前段时间去了欧洲 去了欧洲打派 最近呢 这个 回来以后呢 教学方面 还有去赌场 因为我本地的赌场 我已经进不去了 就在各个地方的赌场去游走 这个我呢 不在 这个赌桌上 就在课堂上 要么就在研究百家乐的路上 关于百家乐的路 这个 自古以来呢 很多人 这个玩家呢 刚开始 这个研究打法的时候 都是 各种方法去研究 包括这个网上 这个 很多种 打法 上百种打法 其实 百家乐的打法 很多 最主要是 适合你 就是最好的 为什么在研究路的方向 百家乐的路方面呢 有很多人吃了大亏 因为 这个路呢 他是在有规律的时候 他是特别有规律 他在没有规律的时候 特别 没有规律 就好比这么研究路的这些朋友呢 他研究到一定程度呢 就是他的水平已经很高了 但是他没法控制自己 就是自己打败不了自己 就是有一句话这样说的 一高 人胆大 在这个堵的路上啊 你在胆子特别大的时候 就是你认为非常好一口 其实他的概率 他都没有百分之百的 所以下大桌的时候 吃了以后 你的心态就变了 心态一变以后 整个 就是 规律 就会发生变化 就是你的内心的一个规律 就发生变化 你内心规律 发生变化 比如说你的打牌的方式 你看路的方法 包括 你驻马的一个调节 都出现变化以后 你就造成大的损失 其实百家乐是有路的 他不是没有路的 这个所谓的路呢 其实可以简单的 把它称之为什么 宇宙规律 这个百家乐的路 第一个是趋势 第二个是突变 这个宇宙规律中 大家可能读过 赛斯的那个 神奇的二十四堂课里面 就知道 这本书呢 这个他就讲述着 宇宙的规律 他讲述宇宙规律里面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他就说 这个多者欲多 损者欲损 其实在百家乐中 你们发现 一旦你走下坡路 你打哪都没有 这就是损者欲损 这就是宇宙规律 如果你真正打百家乐 能掌握这条规律 你才能作为他 长胜 这个 而且呢 还有这个 很多 这个朋友 研究这个 一株两株 三株四株 这种打法 其实有没效呢 其实有效 他们是采取的一种 简单的概率打法 就短期的概率 比如说 三株鹿啊 我三口命中一口啊 还有这个四株鹿啊 这个打旺门啊 四株鹿打那个 就是四颗四颗排列 然后前面一颗是什么 就打什么 只打装不打闲 其实他也是采取一个 装多闲少的这种概率 用这种概率去打 其实百家乐的鹿呢 你一旦寻找到规律 你已经百家乐 可以说是 比较容易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 这个演示一下 这个百家乐的鹿啊 它怎么来的 好 那这个百家乐的鹿 到底怎么来的呢 它这个分大鹿 大鹿 这是大鹿啊 啊 鼠标写字写得不好 没关系啊 大鹿啊 这个 这是大鹿在这个 上面这一圈 啊 大鹽仔 你看到了 这大鹽仔啊 这个是小鹿 这一节 这是嘎杂鹿 也称之为撇鹿 这是猪盘鹿啊 有些人把它叫做小鹿啊 这个 怎么叫都无所谓啊 但这些鹿呢 它各有各的规律啊 那个大鹿的规律呢 它是 它是能看出来 装多还是鹿多 啊 这个大鹿仔的规律呢 它是在演示 就是它是在寻找 装弦之间的笔差 它们的棋与非棋啊 小鹿是演示 这个小鹿 它是在做 这个 庄与庄 鹹与鹹之间的 起与不起 就是有没有规律 呱杂鹿呢 它是间接 来找庄与鹹 相隔 相邻的 这种 比如说洞 的原理啊 好 我们知道这些原理以后 我们简单的 等于会给大家做个演示啊 那 这个猪排路 它在做什么呢 猪排路 它是一个 简单的六列 一排 六个一排列 六个一排列啊 其实它这个看出来什么 看出来强弱 所谓的强弱 强弱排列 好 我们来 来随便发一幅排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它在单列出现的时候 下山路是没有的啊 大眼 小鹿和嘎杂路是没有的啊 猪排路是顺着排列啊 猪排路它是要排列 合的啊 其实这个牌呢 很 呃 很好 这个牌 上来就是一种 这个叫什么 呃 龙 有龙的牌啊 这种牌呢 从趋势来说 它是属于 这个 比较好打的牌啊 好 大眼仔出来了 出现红的 红的 代表什么 红的代表它是有规律 大眼仔的红代表有规律 啊 蓝代表无规律 它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装弦之间 它有第二颗 它有规律啊 就是 弦它现在有六颗 那我们 它意味着装 也要往下走 所以这一口呢 我们下注是下装的啊 啊 然后这个红的继续往下走 看这个红的在哪里啊 红的我们来看它指向哪里 它指向这里啊 指向这里 我们继续 跟红 跟红它是这样打装 跟 它又是还是打装 红色啊 再打装 啊 好 这一口它出现 红色出现在 下局弦上 啊 出现在弦上 看到没 这红色如果再继续下 它就是弦 好 红色再继续下 它就是弦啊 我们投注弦 哎 看到了吗 这个叫 爆了 这时候 你看 那装弦 已经不齐头了 不齐头了 它齐头的时候就是红 不齐头了 如果再继续下 它又写红啊 如果不下 那它就 再跳 它又写红 好 我们来继续看啊 我们再来 发牌 啊 它出合 好 看到没 它跳了 就写红 说明 无规律了啊 好 这时候 产生无规律以后 我们在打牌的过程中啊 这时候很多人 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现在 它只要出现无规律 我们要什么 等待 我们继续 等待 看它下一个什么 它继续产生 无规律啊 所以才这个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打它无规律 就打什么 打桩 啊 如果打大眼的无规律 是打桩啊 大眼的无规律 因为装弦不一样高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要轻易去打 为什么 它在无规律的变化之中 它是处于无规律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不打 再等待啊 看 它又进入有规律 进入有规律 现在实际上打什么 是打红 打桩 好 这一时候 我们打红 打桩 我们看到下面 这又出来了 小鹿又出来了 杆杂又出来了 因为它们比较晚出来 小鹿是指 装一装 咸与咸之间 你看前面 装一装之间 它是不起头的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你们看明白了吗 前面的装死几颗 七颗 在第二列的装死几颗 只有一颗 所以它们两个 已经产生无规律 所以从小鹿来看 它们的咸 也要出现无规律 看它是这样 出现蓝色 蓝色是什么 无规律 弦与弦对比 它又是无规律 好在这个时候 我们 显然 这个时候 是要打什么 是要打弦 好 这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小鹿 它继续 要出现无规律 它出现无规律呢 前面的弦呢 是 一个 现在是两个 它继续出现 为无规律的时候 是打什么 是打 装 那 大鹽仔呢 它继续出现 无规律呢 它也是 打装 那嘎杂呢 两颗 这个叫什么 它正在单跳 它出 嘎杂出现有规律 有规律 这个不能看单跳 它出现有规律的时候 那它是在打弦 所以这一口 如果从 整体来看 大鹿来看 它什么 弦 它有超过几颗的 有超过 这个 六颗 超过六颗的 所以说 弦它出于什么 它出于忘事 忘事 就是它的势 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 这从 而且从补牌原理来说 它的补牌 补赢了 它就是 两个 它补牌也赢 不补也赢 所以它出于啥 它出于在强势范围之类 好 这一口 打弦 应该比打装 要强一点 好 这时候 小鹿的 无规律 变成有规律了 有规律 打红 如果继续打红 就是打弦 嘎杂继续打红 也是打弦 装 不装 大眼 这就有问题了 大眼在单挑 大眼单挑打什么 它是在打装 这时候 我们停止下注 停止下注 观看一下 因为它是有长 有短 有装 有弦 如果我们再看 这个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下路的时候 我们就不太好确定 它到底是什么 所以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开 停一手 好 这时候看到 大眼有规律了 大眼有规律了 大眼有规律 大眼有规律 现在大眼是打什么 大眼路是在打 四上打是吧 大眼路打红的话 是打装 小路打蓝 因为前面有高的 还是装 嘎杂打红 那是弦 好 我们选择什么 选择2比1 如果选择2比1 我们是弦 好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 大路 这个称之为有靠 有靠打靠 无靠打不靠 好 我们就打装 这个装打下去以后 现在又发生一个问题 现在小路打闲 打杂 打闲 大眼仔 打 闲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装 是打不下去的 这就是路 这个装如果打下去 就很困难 这就是路 很多人 为什么 这个打牌 在这里会吃亏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 看到了 确实是弦 它不是装 那下一口 这是更好的弦 你看到吗 下一口更好的 小路 三个跳 打跳 打闲 大眼 在单跳 打红 打闲 嘎杂 打蓝 也是在打闲 我们看 它是不是弦 这就是路 百家乐 他在有路的时候 他确实非常规律 他在没路的时候 他也没有规律 所以我们打牌 要抓住什么 抓住百家乐的 是 与路 那个 还有的学 这个读友呢 经常给我发这个私信 说 老师 这个 有很多算牌法 到底行不行 其实算牌法呢 在 击败百家乐上面 我可以这样说 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作用非常非常小 从算牌来说 我已经统计了 上百亿靴 上百亿靴 不是一靴两靴 百亿靴 不是手 做了这个 大树统计 各种算牌法 我都统计进去 他的优势 算牌的优势 只能做到千分子 千分子零点几 连千分子一都做不到 千分子一 千分子一点几 连百分子一都做不到 所以他没有办法打赢 百家乐的抽水 所以说 如果你继续还在研究 那个算牌法的话 几乎可以放弃了 一定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研究百家乐 那打百家乐呢 技术层面 那至少占到百分之三十 技术层面至少占百分之三十 柱马要占百分之四十 心态占百分之三十 为什么柱马占百分之四十呢 就是你的柱马 如果应用不好 你会吃大亏 就是你看到很好 你非常大一颗中柱下去 出问题了 因为百家乐 它不但是一个 一个概率 它是个2比1的概率游戏 但是在概率游戏中呢 它是有一定规律的 它并非无规律 大家 这个在打牌过程中 你们老赌客 我们就 就 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牌型啊 它在短牌的时候 它非常难形成长牌 它在密集的时候 非常难形成 这个跳牌 它在有一个洞两个洞的时候 它经常出现 一个洞两个洞就下 一个洞两个洞就下 它在出现两方一厅 一方两厅的时候 它会连续出现几次 这个就是啊 百家乐的路啊 如果你真正不懂路的人 你打百家乐 就是一种啥 碰运气 如果今天运气好了 你碰到长庄 长弦 那就赢了 但是长庄长弦 在百家乐中 它毕竟是占少数 毕竟占少数 少之又少 所以打百家乐呀 一定要从研究 路的方面入手 如果不是从研究 路的方面入手 你最终 你没法战胜它 还有战胜百家乐呢 首先要战胜自己 就是每一学牌 几乎每一学牌 它在某一时段 一定有路 一定把路捉住以后 你就赢这一段 赢这一段就要离开 因为 它这个百家乐 它的规律 和宇宙规律一样 就好比 我们打百家乐 就好比高速上 形成的 行驶的车辆 它很有规律的 它左边 就是在高速上 形成的高速路上 左右几个车道 大车小车 它很有规律运行 它坚决 速度 它都控制得很好 一旦发生碰撞 马上打 打破规律 就开始乱了 这时候就乱了 就到处就碰 只要有一辆车碰 可能会引起它 一大堆车的碰 一样的 百家乐 同样的 只要出现突变 它会出现 一大堆的 一系列的改变 所以说 打百家乐 你发生突变以后 最好的方法 是离场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今天是干货满满 谢谢大家的 这个支持 最后呢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 我的这个 微信 最近是 是不能使用的 因为前段时间 我发了很多 这个 关于 这个欧洲 打百家乐的 一个视频 把微信 现在给我 暂停了一段时间 现在微信 大家可以加 另外一个微信 加另外一个 我堵信侠的 MS 平行 堵信侠MS 还可以加我的 Line和 Telegram 直飞机 可以 可以 用二维码添加 我的新的联系方式 谢谢大家 我 你 你 我